您最想关心的话题 出现了不满的声浪 可能会衍生哪些问题 另外中国大陆为了改善空气污染 展现一些积极的行动 今年冬天有些地方民众不烧煤炭 改用天然气供给暖气 成效如何 为何会引发民怨 相关一题我们今天访问时事评论员杨泰新 我们观察探讨 非常欢迎泰新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好 好泰新您好 首先我们先来谈有关北京大兴区 在发生大火之后 关注到相关的讯息 北京当局后续处理的一些做法 引发媒体的高度关注 包括40天之内将所谓的低端人口要驱离 我们首先想先来了解 这些民众为何会遭到驱赶 这当然分为远因跟静因 然后也分为外表表面原因 跟真实的潜在在冰山底下的真实原因 那表面原因当然就是大兴区这个发生这大火灾 然后19个人死亡 就是说他这次低端人口的一个清理的一个东西 把驱离的一个动作 他们命名为安全隐患隐藏的灾患 大扫除一个命令指令 然后下令他在40天之内完成 然后他们实际的作为的话 就是所谓的穿墙打洞 对啊 是把墙壁打掉一部分这样子 对 就这样 没有全材 没有全材 就这样你就没得住啊 天气这么冷怎么住 然后断水 断电 断气 然后一些工业区 一些厂房 一些地下室 都不让人住 所以说这一下子就清理 把很多人都驱离 就主要是租屋的人口都驱离掉 然后也没有任何赔偿 然后具体数据目前没有 我刚从北京回来 在朋友圈大家在传的话说 认为说不低于300万人 被在这一次被驱离 驱离开来 像我前两天在北京 有个叫纸光影城的电影院 在那边去那边看电影 那一栋大楼楼下 这一楼外面零下温度 就看到有一个流浪汉在路边睡觉 我想这也是被驱离的低端人口 我看到那画面相当震撼 这些可能过去都是住在这些连租房里面 这样子的情形 然后被驱离也没地方住 就只好露宿街头 而且是零下温度很可怕 谢谢太新带给我们您的直集 看到这些人被驱离之后 那么有些人可能暂时还找不到栖身之所 只不过这个大新区这个地方 你刚刚提到一个数字 大概有300万的低端人口 所谓这个低端人口的界定 或者说怎么样去理解这个大新区 就刚好是时间点的巧合吗 为什么在发生大火之后就遭到了清理的动作 其实这是一起有一个政策 因为中国有一个政策 他们避免几个北上广盛这些大城市 到达一个城市发展的界限 就不让它再长大了 它给北京划的一个界限是2020年 最多只能到2300万 就台湾的人口数就对 可是到今年他们的报告退估 今年已经到达2172万了 差100多万就到2300万了 所以说那这只是退估了 实际数字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 所以说他们必须要做 中国你知道吗 他们是还是由上到下的一个管制的 他会打到这个目标 所以说就一定要把部分的人口清除出去 然后这群人就被牺牲了 OK 重点就是把一些人口清除出去 为什么是这些人 他没有户籍 是这样子吗 他没有户籍 他们最弱势 这群人的话就是 最主要还是户籍管理的制度 他们这些人没有被进户口 然后这群人是没有发生权的 也最不会抗议的人 一群人就对了 没有拿到户口 在台湾的理解 我们要迁移到哪里都是可以选择的 也很自由 相对了 那么在中国大陆要拿到户籍 是不是相对困难 看哪边的户籍 有些地方户籍好拿 有些地方户籍难拿 最值钱的户籍是上海跟北京的户籍 其中又以北京的户籍最值钱 这个东西的话 以后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谈这个东西 因为你拿到北京户口的话 就很多优惠政策 最大最大最大的优惠政策 是小孩子的就学政策 在北京的话 你们的下一代在北京高考会很容易很多 就考大学会容易很多很多 因为他们设的标准考题分数线都不一样 他们享受最高最好的教育资源 可是考大学分数是最低的 最容易考进北大清华 以同样程度的话 你到其他城市 你可能只能念第二流的大学 可是在北京你就已经那个程度 可以念第一流大学 可是他们接受教育又是最好教育 所以说北京户口是最值钱的 也是最难办下来的 户籍制度的影响就很大 那我们回到这个 这次他们驱逐的低端人口 刚刚他已经讲说 这个人数可能有到300万 那你也看到说在路边有民众是在 暗冷的冬天是露宿的街头 他们这个做法引发的 我看媒体相关的报章上 引发不少民怨 他们这个做法贯彻下去之后 他们有没有一些配套措施呢 你怎么观察 他们配套措施的话 就是提供一个就最多返乡车票而已 就这样子没有任何赔偿 就这样子 那就给你断水断电 然后都用很暴力式的 他们的一个讲法说 很下心干大事 大干快上 大大的干 努力的上把目标 政策目标的指标达成 所以说基本上都很粗暴的 可是事实上大陆他们 这个东西引起很强烈的反弹 所以说在最近这几天 事实上已经放缓的驱离这些人口 因为事实上也的确造成很多不便 因为很多人反映特别中产阶级 因为中产阶级是中共他们要落实保护的人 因为这群人是社会的中间 这城市的中间骨干 他们的日常生活 送外卖 送快递 做家庭服务的保姆 这些通通不见了 人都不见了 都被赶走 都被驱离了 造成生活不变 所以像放缓 然后也开始进行所谓台湾讲摸头的动作 他们的北市委书记蔡奇 最近就开始去慰问这些低端人口 所以说你可能在新闻画面 会看到一些慰问的画面 然后他还问了快递的小弟 就问说 哎呀你有没有地方住 小弟说 有啊 公司都给我们照顾得很好 都还听说蛮样板宣传 那这段视频在大陆的微信朋友圈 就变成一个笑话 大家说 哇 这真的今年度最好笑的笑话的梗 居然问一个快递小弟说 居然说有地方住 所以说他们就认为很相当的嘲讽 然后蔡奇在朋友圈里面也被改名 大家不叫蔡奇 叫蔡金 就是宋慧中时候那个奸相 蔡金 金城的金 他刚好管理金城嘛 所以就叫蔡金 市长给他丑化 对 所以说产生一个这样的东西 一方面官方也进行了一个回应了 对于去一些动作放缓 这样你又重新回去住了 恢复供水供电 可是有什么用呢 他们可能已经找到新的住屋了 对不对 然后可能押金也给了 那怎么搬回来呢 这都产生另外一些问题 还有原先的房子之前是打洞的话 那就根本没办法住了 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一个多夸张的情形 他说他们今天中午在那边吃饭 下午下班的时候 经过那个饭馆的时候 发现饭馆就破一个大洞了 对因为这种 他们因为拆除了都最主要拆除一些违章 厂房或违规使用的房子 所以那很多吃饭小饭馆都违章建筑或怎么样 可能中午还在那边吃饭 下午就变断臂残垣了 所以他们相当震撼这些画面 在台湾的我们比较难以想象 听起来是有点一声令下 非常有效率 不过就是说 在这个做法上 似乎是要有一些配套更细腻一点 那么在台湾 如果你要拆房子的话 都会有相关的一些通知或预警 可是听来是没有 不过中国大陆的一相关媒体 在当地可以看到 类似像这些政策或相关做法的报道吗 这个东西像政策当然是主要 大陆的媒体 他们都会下达红头指令 那红头指令 的话媒体的高层都会收到 包括媒体也没有从业人会拿到 所以说他媒体报道 就是抢时间 在红头指令还没有到达前 的话进行一些批评的报道 那事实上这个事情舆论反应很大 事实上在媒体 即便在官方媒体 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评论 大陆报纸的版面会分成两块 一块评论的版面 有点像我们台湾的 什么自由广场啊 民意论坛啊 时报评论这样子的版面 他们评论都请评论员 他们上评论员有针对 这种低端人口的问题 所以要求说要做好配套措施 再进行驱离 希望能够更和缓 人民日报都出了这样类似的评论 所以说事实上是也有一些 民意的舆论的反应 所以说最近才整个拆迁的 驱离低端人口的动作才放缓 所以说事实上也有部分回应民意 中国这个事实上 一方面它动作相当大 二方面它对舆论的一个情形的掌握 只要不要触及维稳的议题 只要触及维稳的话 它维持社会稳定的议题的话 那是绝对不手软没有什么好讨论 最好还价 可是如果说没有跟维稳有很密切的连结 他们事实上对于舆论还是会有一些回应的 是 太新那另外再请教您 你说中国大陆他们做这个动作 就上面下令的话就要赶快做 而且要大量做 那我们最近有看到讯文说让这个天际线恢复 拆卸招牌 这个情形是怎么样子 他们现在就几个诉求了 就是说这也符合习近平在19大里面谈话 然后这只有单独北京自己在做 他们说要抢救天际线 所谓天际线概念 台湾可能就是说城市的轮廓 就天空跟城市的一个接触的那条线 他们叫天际线 那也有人叫他叫全景全部的一个警帽 也有人叫天空线 名称不一而组就对那条线 然后当然有很多招牌的话 就会破坏那个天际线的完整性 所以他们要求把招牌拆除掉就对 他们目标总要拆除两万五七千块招牌 也大干快上 根据他们的官方媒体报导 在12月8号的媒体报导 已经拆除掉一万四千块招牌了 可是在12月11号过三天 又下了一道命令说暂缓拆除 所以很多就白拆了 然后他们标准多严格 严格到说一栋大楼只准有一块招牌 那个招牌不准超过天空 不准超过屋顶高50公分 那字体各方面都有限制 相当相当相当的严格 那甚至很多根本跟天际线没有关系的招牌 也都被拆除 像最有名的庆丰包子 习主席去吃过庆丰包子 的招牌也都被拆掉了 然后我前天才去吃庆丰包子 果然招牌都不见了 他们用布条代替招牌 他们写正常营业 庆丰包子铺欢迎你来就对 没有招牌紧急变通都用布条来挂 甚至官方媒体招牌也没有特权 所以说很多官方媒体 国有企业招牌也都被强迫拆除 然后他暂停拆除 他不是11号下达一个暂停拆除命令吗 理由更好玩 他说因为北京冬天风大 容易发生危险 另外北京冬天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潮湿冷 他们北京冬天干冷 干燥容易发生火灾 所以说为了人民着想 所以暂停拆除 所以说拆除也是为了人民 禁止拆除也是为了人民 所以很好玩 甚至有一个社区小区 为了要维护天际线 把那个社区小区 我们叫社区啊 他们叫小区 在海定的一个小区 金谷园小区 有13颗风树 20多年的风树 全都砍掉 那理由美其民说 就是为了抢救天际线 可是树长再高 跟天际线有什么关系啊 所以他们为了绩效 为了指标 有些为了要表工 他们做法都是很粗暴的 台湾抢救这些树 来不及了 如果说有些行道树被砍掉 市长当天就被台湾的媒体 炮轰轰到爆了 他们就没有 小区为了要表工 为了要达到指标 居然就把树砍掉 这也在大陆的微信的朋友圈 也疯传的画面视频 可是后来也被屏蔽掉了 这个东西是相当有意思的 大陆的中宣媒体 对于像这种天际线 在人民日报 在一些媒体上面 他们都在红头文件下达之前 都抢先报道 所以说事实上也很快回应 大陆政府也很快回应 就暂停的采取招牌这个动作 那么听来中国大陆 像北京政府的一些做法 或许他想要打到某些目的 不过可能要更细腻一点 否则可能还面临很大的挑战 因为如果两相对照的话 在台湾的我们 比如说你要拆这个招牌 或让他招牌规格化 更美的话 其实有社区营造或改造 我想在台湾来做 慢慢做是很漂亮的 还有台湾的电线 有些是地下化 在越都市就越漂亮 越看不到这个电线 但是有些地方慢慢的 比如说偏向是慢慢来做 但通常这个整个流程程序的 情况我觉得不太一样 台湾是可能会由下而上 慢慢来做 中国大陆是由上而下 但是问题就会出来了 他们就大干快上嘛 这是什么东西 他们大陆想法 就一刀切式的改革 他们就说 我不是要驱离 他们不叫驱离低端人口 他们叫做什么 叫北京切除 切除 切除 就把这块好像恶流一般 就把 硬切开来 就把切掉 这些人就不属于北京了 可是刚刚我们提到说 像这些所谓的低端人口 他们并不是从事所谓制造业 下面有些服务业 对 所以说他们现在一个讲法 就是说 跟中产阶级生活有关的服务业 他们叫生活性劳动服务产业 这是他们官方新创的名词 要给予照顾 给予保护 所以跟中产阶级有关的 这些人口要暂缓 可是无关的一些的低端人口 就继续切除 就管不着 有危机到一般的中产阶级 有埃及他们生活 类似快递 外卖 保姆 这个东西暂停切除 可是有些东西 你说一些违章的小铺子 小餐厅 他就继续切 反正没人看得到 就继续切 相当的 怎么讲 他们事实上 你会觉得 做法真的跟台湾很不一样 这个区别差很多就对了 然后他们当然也是配合 他们有一个都市未来的篮景 所以说就是 利用这个大火的机缘 当打火线 然后就这样子 奉刺是大兴趣又发生大火了 所以说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 其实公道自在人心 好 我们今天是访问了 时论市评论员杨太新 为我们带来第一手的观察 就是中国大陆 他们在北京 有驱离所谓的低端人口 另外还有这个恢复天际线 他们有哪些做法 又引发了哪些的反弹跟情况 为我们做详细的观察解析 好 在下段节目中 我们邀请太新为我们观察 就是中国大陆为了改善空气污染 今年有些地方 他们要改用这个煤改气 情况是怎么样 又引发了哪些的状况 我们稍微回来 最敏锐的新闻嗅觉 延伸您的视野 让您听到最硬的两岸焦点 您先访问这次随段出发的 洋广记者黄卫婷 是的 今天在大陆福建平潭 举办了一场两岸关系研讨会 对世界经济于亚洲 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从政经情势分析 两岸交流观察到新闻现场之籍 两岸ING有最多元的声音 多面向的观点 以及最专业的剖析 请收听每周一到周五 晚间六点到七点 由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 王力杰 韩起贤 制作主持的两岸ING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的节目是 梁安居 我们继续邀请时事评论员杨太新 来跟我们探讨另外一个 约关中国大陆民生的话题 那么就是中国大陆改善这个空污 那么有了积极的行动 就是在华北大部分的地区 在今年的冬天 有些民众就开始感受到 供暖来源不一样了 过去是可能烧个煤炭 现在是天然气 不过我们也看到 媒体的报道显示 就是说是民怨四起 有些地方好像民众就受冻了 到底怎么一回事 既然这如果说是上游政策 执行者应该要来贯彻 但是是不是也 类似像刚才我们所讨论的 政策的目的 是有它执行的必要 但是是不是相关的配套 也许也是没有做好 所以才会衍生这个问题 比如说天然气够不够呢 煤炭不烧了 你的观察呢 这个议题相当有意思 这个政策化不仅仅在于北京 事实上它的政策就是 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省 28个大城市的话 他们全面性的都要进行 所谓煤改气政策 就烧煤改成烧天然气 来供暖的政策 正面的影响就是 他们为了环保嘛 正面影响是我这一趟去北京 待了十天都没有看到雾霾 所以我是 真的有蓝天了 真的有蓝天了 我是煤改气政策的受益者 可是相对而言 也是真的受害的 就是那些低端人口 我们在QQ跟听众朋友互动 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分享 就是说他在的地方 就是他的家 就在华北地区 还好是没有受到影响 就改为天然气 所以他也是受益者 但是呢 我们去看到媒体的这个 披露有些地方 可能是不是这个量 天然气供应不足 不只是量的问题 这个政策化 他们也是文革式的一种改革 就一套命令下去说 什么都要达到多少指标 就一定今年就通通都要 全部通都是要改成天然气就对 那一刀政策下去 也不管天然气够不够用 事实上本来就不够用了 就你说政策下去更不够用 所以他们现在紧急进行南气北调 不但是南水北调 现在一边南气北调 事实以后又发现到问题大了 很多人供暖也供不上了 因为他政策是很粗暴的 他是开推土机进去的 因为他是全面性的人 把那些在外面的锅炉 就直接把它推掉 直接砸洞 就这样就很粗暴 让你不得不改安装 安装费又要你自己出 没有任何补助 如果在台湾有些做法 是会有部分补助的 让你这样子 然后安装又来不及 像你看这么短时间 要安装哪有办法 然后他那时候说 给个限期说要 会安装完毕 他们就那时候就说 根本不可能 那当地的人就说 哪有可能果然来不及 所以他们只能自己应急 怎么办呢 就去京东商城 去哪边买个电暖炉 暂时应急 然后把墙壁的窗户上面挂上 毛毯 让那个冷风不要卸进来 就只能做一些 甚至有些地方就暂停供暖 甚至有些学校 可能还是一样烧门锅炉 学生学童都受寒受冻 都一直不断搓手 衣服穿厚一点 相当可怜 那现在后来发现反弹太大了 又紧急喊停了 他就像下一个政策 就说 还没有进行煤改气的地方 暂停煤改气 还是可以继续烧煤 可是又有些民众就反弹了 我的烧煤锅炉都被拆掉 你就叫我再去买烧煤的锅炉吗 你又要改天然气 你现在又暂停安装 那你叫我怎么办呢 这就是一个大干快上的 一个弊病 一个问题 不过我是彻彻底底的受益者 的确这一改的话 真的我这十天没有一天遇到雾霾 北京的天空重新恢复蓝色 当然不会太蓝 可是事实上真的是没有雾霾 有雾霾真的很可怕 太熙 那现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是很多的一些民众受冻 那也没有煤炉的可以来使用 那目前到这个状况 中共有什么样的一些做法 还有未来你看这个没改气 会继续的快速的突破 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 会放缓而已 就对了 未来会放缓 他推行到一般的政策 他不会说整个彻底转向 或彻底喊提 他只会放缓推进 下一步还是一样 煤改气 另外煤改气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烧天然气很贵的 一个小家庭 因为在大城市 整体供暖的话 那问题不大 那你很多在比较农村的地方 独栋的建筑 一户人家供暖 烧煤的话 可能就是几十块 上百块人民币而已 那可是烧天然气一周啦 一个家庭就可能要花一千块钱人民币烧 所以说这事实上是很贵的 很多家庭烧不起 太希 那这是有关于民生的部分 那在一些工业跟交通运输的话 这个天然气也不足 也造成了一些影响 是的 所以说他们天然气 事实上本来就不足啦 所以还按推这政策 根本就整个各部门没有进行协调 所以这几天在大陆新闻 我看联播 每天早上出来 他们都报道 南气北调的政策进行到哪一部分 紧急协调 紧急调气来这样做 所以说他恢复烧煤 也是迫不得已 因为真的天然气不够啦 所以说我们看人多好办事 然后大干快上有很多优点 我们常常惊讶于大陆说 多少天盖成一条铁路 多少天盖成了一栋体育场 可是事实上这个东西有很多弊病 过去都被遮掩起来 看不到 像这次的话 南气北调是最明显的 产生的一个问题 那可是产生成效也是很立即的 我就说天空就这么恢复 重新变蓝了 在过去我们也曾经在节目当中 那么探讨过 中国大陆如果在召开一些 大型的会议的时候 也会让这个地区的空气 特别的清新跟干净 不过那是短期的 不过现在看来 他政策是势在必行 现在在华北地区 已经推动的时候 遇到了一些阻力 在台湾我们说 有时候稍微放缓 或是有怎么样的改变 叫法夹湾 那中国大陆 这样看起来 未来是势在必行 就让我们想到说 那未来中国的 大陆产业经济结构的调整 应该也会受到一些冲击 或影响 他整个这个部分是牵涉到 过去他整个处理的部分 他还永远就生产性的思维 是摆在第一线 所以工业生产是先维护的 所以说他为了这种政治性的目的 他过去限制工业生产 那几天停工 暂时停工 所以说那时候天空马上变蓝色 那他现在进行的就是 对于民间生活的东西进行限制 民间生活限制 事实上他相对而言 是摆在比较末端 所以这个会继续推行 那劳动政策 因为各县市 你又要我GDP的一个增产的 去成长的一个指标 那你又不准我烧煤 那怎么办 这是矛盾 那就两难 那就看这两边的话 要怎么角力 这个东西还值得关注 目前感觉跟民生牵涉到相关的部分 他会暂时放缓 例如说他有关于柴油 他那就是汽车的废气排放标准 他们一期二期三期 三期到四期的时候 他就暂缓调整 可是路线还是继续推动 没有看到所谓的一个 就只看到他轻轻的轻踩煞车 把速度放缓 那方向还是继续在推动 那未来更环保 这是可以预料的 那然后可是在工业方面 到底会不会真的会放缓 因为牵涉到执政者 牵涉到当官者的利益 因为我指标达到我才能够升官 这个东西会不会放缓 这个东西到底会改进到哪个程度 这个东西我觉得还值得关注 并没有像那个方向那么确立 关于民生部分的改革部分 它是放缓 可是方向不变 可是对于工业生产部分的话 这个还值得关注 未来发展我们持续来观察 我们今天是访问了时事评论杨太新 针对中国大陆近期的三个议题 为我们做第一手的观察解析 包括是北京在距离这个低端人口 另外还有这个恢复天际线 以及美改气这三个议题 非常谢谢太新接受访问 谢谢您 谢谢两位主持人 谢谢各位听众 谢谢观看